杀疯了 庆余年二真的杀疯了 这才是值得观众等待五年的国产剧 该有的台词感染力 我这就卖财 我爱人权 能活着就好 国法何财 千里何存啊 北想给你买些补品 只是捉襟见肘 拜不起 轻见亮 臣最后要贪的事 是陛下 陛下不混 是我混啊 丑我就是他的死因 我只能是个孤臣 做官 不可特立独行 该当与光同传的 事先多不公 一血一雷霆 蠢就蠢了 马大人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好善 如果这世间不公我也能忍 这圣贤书不就成了废纸一堆 这世上总要有人撞着头或血流 如果我要是金榜提名 这血是不是见得高险 这声响是不是大险 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险 若是没人能站出来 他们这些人一辈子就只能忍着 守着 可是谁能站出来 谁能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王法 这王法若是总见不着 谁还信我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 依仗国法 堂堂正正 才能告诉天下人 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依然有人 尊法如张见 有一天 他们俩 不那么喜欢你了 也不太爱跟你说话了 你就睡着安静一点 自己跟自己说话 自己跟自己玩 你就全在那儿 慢慢地活 就好像玩一个尽量不打扰别人的游戏 这世上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 跌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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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秦 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传媒了 替我谢谢殿下 他至少给我希望 从来说好 女士不住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我全家都没了 大人 我这去哪儿啊 什么命啊 哪儿有命啊 有人觉得 庆余年二孝降多 孝脸密集 但时常透露出的悲凉 让他的搞笑 总显得不合时宜 也有人说 庆余年二的刀 刀刀致命 搞笑起来 又让人忍俊不禁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其实它是为了怕观众哭死 才拿些搞笑内容 吊着大家的命 庆余年二将这个没有绝对公平的世界里 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淋漓尽致 有人水深火热 有人隔岸观火 有人仗义直言 有人笑里藏刀 有人懵懵懂懂 但还有人冷漠凉血 不忍心得 千八 不累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啊 留个全师傅 把现在府里的厨子都斩了 再换一匹 谁会记得 这下一场雨 会死多少 麻烦